日前有媒體探討有關高等教育 受到現金少子化 社會環境影響的狀況 大學校系出現搶人大作戰 但文章內容又提到 台灣很多大學為了搶救高教人才荒 開出2.4萬生活費等等各種條件 要留住學生 而後段班私校搶不到人才 只能搶人 所以開離島專班 原住民專班 對於將原住民專班 同樣被視為學校搶人工具 有學者認為不妥 把原專班納入在裡面 我覺得不妥 那首先最大部分是原專班的性質不一樣 他對人才的分類 其實在裡面又有凸顯說 後段班跟前段班 這個也是讓我們覺得很質疑的 就是因為原住民族的人才的培育 其實跟現在漢人社會裡面 所謂的人才培育有很大的落差 那基本上我們高等教育的人數 本來就比較少了 那透過專班的這樣一個設置 提供學生多元入學的管道 原住民專班設立的目的 主要是希望培育原住民族專業人才 也並非消息想要設置 就能夠通過核准 還必須通過教育部與原民會審查 會要求比如說 專班的支援學系 它的前一個學年度的註冊率 必須要達八成以上 那第二個是 它支援的一個學系 它的前一個學年度 它的實質資料 要符合我們總量的標準 的規定 那比如說像 實質比或者實質結構 或者是它的評鑑成績 都是OK的一個狀態下 我們才會去核准設立 原民會強調在國內 並非只有私校大學開設原住民專班 目前已經有多所國立大學設置原專班 目的是讓原住民學生有多元就學管道 及原住民族教育人才培育 原住民族專班它的設立 基本上有三個目的 第一個是增加我們學生的就學機會 第二個是服應我們原住民族重點 稀缺人才的培育 那第三個是要培育那麼兼具專業知識 以及民族文化素養的原住民族高等教育人才 原住民專班不僅提供原住民學生 針對興趣性向選擇就讀方向 也是增加原住民族學生 在社會環境中的競爭力 學者認為不應該污名化大學原專班 抹滅原專班辦學目標 就等待大陸台北市 桃園市採訪不到